讲这些话后 让大家很兴奋 来看见他们这位老婆 一直来听法师讲话的一个主律师 他也非常激动 他重心来看见他们的 董修他们的仙师 他就真的含情沉沉 就来说了 对啦 他都是把我董到像小孩照顾 他们这个仙师就听到他们太太说这位 哇 算了感觉没主宰 就这样 真无耐的虚 吹着笑着 就沉沉沉沉 法师就对主律师说了 他说 等一会儿 你们老婆都要去 出前来参会到这个缩业 水淹金山寺 虽然说不是你水淹的这个本意 但是呢 你因为目的来帮忙供业 你的业佈也没救呢 所以说今后 如果在拜两方报仙 你们要认真 挑时间去参加 在此呢 记忆要定功课 共送到 帝宗菩萨的本环境 这业佈一宵 你的眼睛慢慢就好起来 说完之后 他有对他们主律师的神心说 菩萨啦 本来你是一个经济 真好的老受影者 但是呢 你每一厨来到这个世间 你都没办法将这个欲望来奉下 那都一半 顺便到一半 你就来失败去 这四人 虽然说你们两个人 已经来 继续做这个前缘 这四人 建立扶车 但是呢 把你们肯垢了 你们要共同发心 这四人 一定要认真来收乡 勤修 改定悔 认真 黏沃 这四人 建立扶车 来政党 无相的破财 这样 你甘味又继续 来在这个世间来认为 他们两老婆听到 这个法师啊 入处他们亲 来改了他们的因果了 这个主律师的老婆 哦 在那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来拜计到 祝他法师 一旗人就看到他这个 蜜酒非常有这个感性 而且呢 蜜酒的白银里面 血丝也都没有了 精神很好 他就跟这个法师说了 你说的时候 我心肝 还有尊重一点的怀疑啦 但是呢 我 不敢把法师说过的 当初是假 我当初是真的 所以我认真参会 在那我认真参会时尊哦 忽然间哦 有一个过程清凉的感觉 来进我的心中 而且呢 又流传对我的蜜酒进去 所以我对小时大时 我把蜜酒都不能这么松开过了 所以我认真参会时尊重一点的怀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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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认真参会时尊重一点的怀疑啦 所以说他们当时啊 当天啊 就来念对证经 来参会 要认真 来参会到过期的这个 就是缩业的这个怀疑 诶 第一天早上起来时哦 他就觉得他的蜜酒真好 真爽快 他就觉得很害羞耶 所以有两个人 以后就每日 从大宗经必定要修这个功课 而且呢 还有每日来向着参会的这个功课 所以 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跟法师非常地感谢 要是说他们如果回去 他们家庭的时候 他们就去到附近的道长 会来拜梁皇宝参 而且呢 会再来 他送大宗经 好好好 要来参会就过期的不对 他会向法师问说 我如果 人来问我我蜜酒是怎样好的呢 法师会跟他说 我就是 认真了 有参会过期的不对的事情 而且呢 认真来认真来认上大宗经 这是佛祖的咖啡 和法师今天 有个多 来将我 宿舍所做的这个 业励 来得到 解释 一切 都是佛祖的价值的 在这个思考里面 广告练 若是伯 意义都意味好事 人和意义来看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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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困扰 我们就要好好的 佛祖来忏悔 恭送 你所喜欢恭送的景点 我们要用功 这样子 那我们的夜报 二月消除的时候 自然的然我们的夜报转了 就会贵人来出现 现出时 有很多 还有听到 看到 很多悲 都没办法 医生来处理 在这里要向各位鼓勾 我们要好好认真参会拜佛 在这里生起到一份参会心 在这里要生起到精神 不要失望 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 佛菩萨都很自闭的 他都会留一条路让我们走 只是我们不要自傲自叹 我们要提起永稳静静的心 虽然你拍拼的时候心情不好 你这样很苦闹 我们要转念头 我们要将这些不好的念头 转入我们的真正的动力 自然而然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觉得 好够在 我有用功 对散步有信心 改变我的压力 改变我的名文 如果你如果不像这个压力 有一个专变的位 你随夹二转 将来也是不好的因缘 因为你的内心 因为处在痛苦烦恼 接着当中 这个压力会随到 你的心念 在生生细细担住 所以在这里 要给各位 我们适合最免的 女友月经 我们要提起正念 专念专念专念 专念专念 自然你出一条的生机 给各位祝福 阿民陆佛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就是要关心人类 与一切雾面 让众生都能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的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 智慧与思悲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跟其他的生命 远离痛苦 获得安乐 所以只要打开 生命电视台 一切生命 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 因此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保护一切生命 护持请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货洽 03-989-8686 07-221-2323 画波帐号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集经会 生命电视 基隆法王寺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2月22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 礼拜慈悲三昧水 掺祭护生 地点 基隆法王寺 地址 基隆市仁爱区 仁爱区 仁爱街198 项四弄17号 联络电话 02-2423-9448 02-2423-9448 法会备有消灾 抄件牌位 供大众书写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协会理事长 李炳云医师 冠状病毒可以在粪便中检出 但并没有这些病毒 经由粪口传染给人的证据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而言 最有效的传播方式 还是飞沫根接触传染 所以必须勤洗手 例如上厕所后 用肥皂搓20秒洗手 并注意个人卫生习惯 而我国目前污水处理系统相当完善 可以阻结排泄物中含有冠状病毒的传染可能 一般的环境如果沾到疑似个案的糖液等分泌物 可以用1比100倍稀释的漂白水消毒 如果是浴室或马桶表面沾到粪便 则应使用1比10倍的稀释白水消毒 不空魔女供养咒 年轻人最好把它背起来 也就是说各位以后你上班啊办公室家里没有佛像 你就观想念这个咒 念这个咒等于十大供养通通具足 而且念这个咒还有什么功德 今天各位穿皮鞋来 那一只牛马上超度 这个不空魔女供养咒 这个不空魔女供养咒 你供养完以后 这个力量就把我们身上那些动物的东西超度了 所以这个咒功德很大 如果不会念就念 翁啊翁翁 所以各位我们要念 然后现在你观想出佛菩萨很欢喜 接受我们做大供养 让众生脱离三二道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